歡迎來到林老師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晨熙仔仔 我是一名演員 然後我已經出道15年囉 好久喔 好恐怖 我那時候拿到廣告費的時候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買禮物給我媽 謝謝你當我的媽媽 我媽這輩子好辛苦喔 好幾次我在工作的同時 一直接到醫院的電話就是 我媽她已經昏迷了 可能這是最後一次了 你要不要好好跟媽媽講話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看看 演員的工作都在做些什麼呢 我是怎麼出道的呢 高一的時候在回家的路上 然後有一個人他就過來問我說 欸你長得很好看 你有沒有興趣來錄電視節目 那我的動機其實非常單純 就只是覺得說 做個表演就可以領通告費 沒有問題啊然後那時候那個節目叫 我愛黑社會 我是車大叫宅宅 然後身高164 49公斤 在我高中時期的時候 我自己的造型 就是走Nana的風格 因為那時候中老美家就是非常的紅 所以那時候就想要把自己 裝扮成一個搖滾女子 所以我記得我好像穿了 黑紅條紋的毛衣去上節目 結果沒想到就意外的成為 一個小段時期的固定版底 我那時候去上表演課的老師叫如瓶老師 有一堂課是他跟我說 要我偽裝成獅子爬過去 我那時候心裡就有髒話 我想說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蠢 然後僵持了蠻長的時間 他就是等我爬過去 然後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經紀人在旁邊冒汗 想說我會不會衝過去揍他 一開始進這行會這麼快就想要接觸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 從小就是單親家庭 我媽其實一個人兼兩份工 從他白天可能在別人的公司當會計 還有櫃台 那晚上的時候他可能會去賣場 就是接接打雜的工作 我那時候拿到廣告費的時候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買禮物給我媽 從小可能因為物質生活比較缺乏 就我一直很想要給她一個很好的禮物 然後我記得我買了一個 非常不適合她的皮帶 上面都是貼鑽 我媽那時候還假裝很開心 哇 謝謝 謝謝 結果我從來沒看過她帶啊 然後我還有點省她的氣 覺得說怎麼都不喜歡我的禮物這樣 那時候就會想要扮演一個 有點像是她的家人或是她的情人的角色 可能在不同的像情人節啊 聖誕節啊 我就會想要送她一點小禮物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 我自己生活上的開銷 就沒有再跟她拿錢這樣 你愛不愛我 你愛不愛我 什麼 一張 愛我還是愛她 讓我真正被看到的廣告是 KINGKO的彎道情人 然後那時候配的人是往大陸 以前廣告好像比較少女主角可以臭臉 那我那時候就飾演一個臭臉丟包包發脾氣的女朋友 成功的就是扮演了這個角色 當時開始接觸演藝圈的時候 其實我媽那時候也覺得說 你書演念不好那你不如去試試看 最後因為決定要投身演藝圈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說我想休學 那我媽一開始其實是非常不能接受 因為她覺得其實再等個兩年 我就可以把學業完成 然後所以在這過程我們其實有冷戰了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阿信 你要堅持下去 你不光是為了自己奮鬥 也是替那些曾經有夢想的人奮鬥 之前我在準備拍攝那個 翻滾吧阿信的時候 有跟導演要求說 開拍前的一個月就讓我先體驗一下坐輪椅的感覺 如果我失去了腳 我該怎麼生活 我該運用的肌肉 我該怎麼樣去拿東西 我該怎麼樣去 在什麼樣的時刻我會尋求別人協助 那時候蠻好玩就是 我真的是每天從家裡滑到捷運站 然後在那邊待一下 然後再從捷運站滑回去 然後在這過程其實就遇到很多的困難 因為有時候那個路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會偷偷站起來 去喬一下 這次呢因為要演一個很帥氣的角色 所以就特別把頭髮尖短 演員的身體頭髮全身上下都是工具 所以因應角色的需求 我們常常會變換非常多不同的造型 還有變換自己的體重 透過變換造型可以更投入角色裡面 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要足夠的認識自己 足夠的健康條件 我的演員性質其實比較會是從生活中有很多的體驗 去帶入到我的角色裡面 讓別人在看我演戲的時候 他可以被療癒 他可以獲得某一種東西的解脫 傳遞一個可能性給觀眾 當媽媽之後你真的變得很容易感性 而且滿能流露真情的 我自己現在的體悟是演員就是人 作為一個人 他其實有非常多豐富的可能性跟層面 你光是情緒你就有各式各樣 很多你會有共鳴的東西其實都來自於人性 這些東西就是他看世界的窗口 他沒有出過國 他選擇跟別人交換東西 是為了知道更多不屬於他的故事 我是因為第36個故事 才真的對於表演這件事情有一個 哇原來表演是這樣 怎麼這麼好玩 然後那時候我的對手就是貴倫美跟張漢他們 然後我記得試鏡那天超緊張 因為那時候要講牆兒他 他編造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是一個牆兒自己的獨白 然後最後我記得隔了好幾年 導演跟我說 我會被試上是因為 我的那段獨白是一個謊言 可是我把這個謊言講成真的 第一次的經驗其實真的相當的美好 你在表演的時候 就像在創造一個新的自己 然後我記得我在拍完戲 隔一天沒戲拍的時候 然後我是整個空虛到坐在沙發 完全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我不知道要怎麼應付現實生活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間才體驗到 原來就是演員的旅程開始了 也許應該說一聲對不起 給我最親愛的你 剩下的日子不太多 要把你留在身邊 我卻在夢裡 最後一封情書接演的期間 就是剛好我媽被判定是大腸癌末期確診 那因為劇情其實是幾乎 吻合在一起的 就是癌症的母親照顧她到臨終這樣子 當時是就是教會的人告訴我說 我媽在教會的時候突然 不舒服昏倒還幹嘛 他們送她去醫院做了一個檢查 結果發現說她身上有腫瘤 然後我媽就傳了一個簡訊說 有事要告訴你們 因為我必須要賺一些醫藥費 但是我又很想照顧我媽 我希望可以陪她 那時候我知道我媽得癌症的時候 一開始是有一點錯愕的 哇 怎麼這麼快 我本來覺得她還可以當阿嬤當個幾年 但沒想到這麼快就要面對這個事情 我媽在確診之後 有幾個前面她可能需要先做的一些手術 比方說長照口 那我媽她很害怕麻煩別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在那裡 直到有一次她去檢查長照口的傷口的時候 醫生就有告訴她說 因為她的角度自己做清理的話 下面是沒有辦法清倒的 所以可能要請家人看可不可以幫她清理這樣子 後來就連我她都有一點點 不好意思 我記得我就是她在做更換那個袋子的時候 我就偷偷在那個房間就是看她 我說還好嗎需要幫助嗎 你可以叫我什麼的 她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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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但她可能突然間就想到醫生講的那個話 她就說你過來你過來你幫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過去然後就幫她清 就在那瞬間其實我 我覺得我這輩子沒有跟我媽這麼親密過 從來沒有這麼親密 但是我其實當下的感覺到是 我被她接受而且她相信我 以前就是比較沒有辦法進入狀況 然後在哭戲的時候我就會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就會跟她一起討論以前 怎麼走過一些很艱苦的生活跟情境 然後兩個人就在那邊哭 然後我發現我快哭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電話掛掉 在我媽生病的那個期間 很幸運的透過朋友介紹找到一個看護 她也教會了我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我媽非常非常喜歡她 因為她在有意思的時候 反正她們就會聊天 然後講一些好笑的事情 那個期間我也是才了解到 哇她們幾乎是沒有什麼在睡覺 然後她皮完全皮要繃緊 因為她要隨時就是觀察病人的變化 協助病人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她甚至要預先的去準備好病人的需要 我覺得最後看護都會有點像家人 因為她真的也是陪著你的家人出生入死 我自己回想現在下來就是 從她生病到她離開 所有發生在這個過程的事件跟情境 都是我完全不熟悉 跟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也無法預設 好幾次我在工作的同時 一直接到醫院的電話就是 我媽血壓很低 她已經昏迷了 可能這是最後一次 然後我就是排練到一半好像被電到一樣 然後就衝出去 然後直接坐鑑車到台大醫院這樣 一開始得知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跟我媽的關係非常好 我想要讓我的兒子也參與在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我希望我們一家人在這個時候是齊心協力的 我們更應該好好地在一起 然後我們還畫了一些給她加油的卡片 然後貼在病房裡 後來不久我們就跟兒子用她能理解的字面 去告訴她說 阿嬤生病囉 現在不可以叫阿嬤抱抱喔 因為阿嬤肚子裡有一個怪獸 那她現在要打怪獸 所以齁 你要幫阿嬤注意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是托付給她一個小小的使命 然後一起去照顧阿嬤 有好幾次我媽在病危的時候 我都會很認真的就是把她帶到醫院走廊跟她說 今天可能真的是最後一次要跟阿嬤說再見了 然後有一次真的是很神奇 是我媽在病危的狀況下 她已經就是沒有意識 我兒子進去就握著阿嬤的手 就說阿嬤我真的很愛你喔 結果我媽突然醒過來 當下我其實是整個崩潰大哭 因為我覺得那一刻真的是有一個愛的力量在那邊 就是這個人她即便了受盡折磨 可是她還是會回應這個愛 今天陪媽媽一整天很爽 因為我屬於她 因為好久沒有和媽媽溺在一起了 我媽居然從我的無名小站 列印出來的 她可能太感動你 我覺得在這過程我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比方說 就有一些曾經抗癌成功的朋友 她們的媽媽 或者是教會朋友 大家就一直在給她很多的關愛 關心陪伴 有一些病友她們會形成一個 可能是一個團體 然後給彼此一些加油打氣跟建議 因為在那個時候其實他們 知道自己生病的人其實是蠻迷惘的 我在奔走那個醫院的這段期間 我一直在想說 欸我媽怎麼會生病 怎麼一下子檢測出來就是默契 所以我自己後來覺得 在飲食方面這件事情上 不管你有沒有生病 也許可以去尋求像是一些 線上的營養師的一些諮詢 那在這段期間我也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政府都有推廣大家去做一個 自癌的篩檢 從我媽身上也看到說 這是真的沒有了健康 其實你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們怎麼樣不會活到這樣子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劇本 我不是很能體會一些心境的時候 就會去問她一些關於角色她的看法 小時候就覺得她躍人無數啊 然後她有一些看人的判斷能力 那她都會給我一些 平凡人的感受跟想法 還有她自己的經歷的分享這樣子 我媽帶來的這個事件的體悟其實 最現實的金錢的經濟狀況 其實我後來也才 就是在她危急的狀況的時候 你不會去算說我現在有多少預算 我要給病人什麼 你就會覺得好沒關係 怎麼樣對她好 你就是給 但是要自費 這些有些費用是自費 所以到後來她走的時候 我們真的做了一個解算 我也才知道說 我媽其實是有買癌症的保險 好險她有買 蠻感動的就是她自己有在做一個預防 給自己買一個保障 然後也照顧到我 這是當時入圍金鐘獎最佳女主角的部分 那時候我因為這美麗這部戲入圍金鐘獎的最佳女主角 然後我媽她非常的激動 回到家的時候我記得是她很開心的抱住我 我說恭喜 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看著螢幕上自己在那個四個格 就是格子畫面裡面的時候 跟其他的入圍者一起等待那個 開信封的時刻 我好像是緊張到我覺得 那個 我的禮服要炸開的感覺 我媽過世之前我們有一個很深刻的對話 我說媽媽啊 我覺得我這輩子好像都在 渴望得到你的肯定 這是我媽收集的簡報 關於我的部分 各式各樣的 然後那時候是有一天我記得 我就發現她有一本很像資料夾的東西 然後我就打開來看 發現哇 裡面都是她收集我很多採訪 然後照片啊什麼各式各樣的 然後就回想到說 其實她一直以來 她默默地在收集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對我的一個支持跟肯定 我媽從我很小的時候 她收藏我的作品 所有我畫的東西 我寫的字條 我寫給她的信 她都留在這裡面 我媽這輩子好辛苦喔 她壓抑了好多的東西 然後她在 她經歷了好多的情緒的感受 都沒有出口 沒有 這輩子甚至沒有 甚至沒有被疼愛過 媽 我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我們一家也很好 我也謝謝你 在這個經驗裡面 帶給我很多很多的禮物 我現在體驗到了 謝謝你當我的媽媽 謝謝大家 還有媽媽 謝謝大家 還有媽媽